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吗 不知如何寻求帮助的她 能得到帮助吗 被牢牢困在原地的她 能走出去吗 欢迎来到情感小组 我想杀一个人 别紧张 我真是开玩笑的 她只是出轨了而已 你觉得这个OK吗 还是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等她 脑海里想了很多种方式 要怎么开口质问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回忆起 一年半前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光 你也还说 我家就在小姨豆腐脑旁边 太巧了 她很晚才回来 最终我还是没有开口 我努力说服自己 今天的那一幕都是我的错觉 我试图忘记白天看到的一切 没想到她对我的态度 却越来越糟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朋友啊 那些都是什么朋友啊 你能不能和一些高雅的人来往 成天和那些在一起 只知道痴痴和和聊同学八卦 五象团体的人在一块 你能有什么成长 你就因为总是这样 才摆脱不了小城市的气质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也小城市来的吗 所以 我留在了盲事 你不也是吗 我这样都是为你好 想去不去吧 晚上还有事啊 我不回来了 我又一次妥协了 但是 我发现我错了 她不是不愿意和朋友出去 只是不愿意和我的朋友 不愿意和我 我不停地反思问题出现在哪儿 于是 我开始跟踪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漂亮 是毛 身材好 气质也很优雅 看看她 再看看从来不打扮的自己 要我也选她 我后来在想 她是不是就是喜欢这种 穿着打扮的女人 我开始 会议她 有点 她们 她们 会议她 可以 她们 她们 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很好看吗 只是不适合你 那喜不适合我 你原来样子挺好的 穿这种衣服会暴露你的缺点 你不知道自己缺点是什么吗 什么样的人就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是我不配吗 我不想和你吵架 晚上我还有事 你一个人吃饭吧 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不跟她分开啊 我们俩是一年半以前认识的 那会儿我刚大学毕业 在忙是无依无靠的 是她 在忙是给了我一个家 不管怎么说她都出轨了 这你还不摊盘呀 姑娘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等你年纪大了你就会发现 其实啊男人一个样 就看你愿不愿意忍了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我是指你说你开玩笑的那个 是指那个外面的女人 还是你老公啊 你这都看什么东西啊 我说了多少次不要看这些垃圾节目 今天我看的那集 在讲有福知福出轨的问题 你是怎么看那有福知福出轨的 你能不能看一些有质量的东西啊 就因为总看这些垃圾节目 才会问这种垃圾问题 垃圾垃圾垃圾 在年里我周遭一切都是垃圾 所以 所以 我是不是也是垃圾 何旭你要干什么 何旭你要干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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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